你好,我是雨色 你今天看归本好书了吗?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生活当中 对于灵修有兴趣的你 或许也曾经困惑过这个问题 到底在家庭责任跟修行之间 应该怎么样的取得平衡呢?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议题 并且介绍这本书 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的理解 如何在纷乱的现实生活中 来实现生活跟灵修 怎么样的完美搭配 这本书是来自于是红桌文化 所出版的帕帕级自传 一切从未发生 邀请到的是红桌文化的总编辑翠伦 也是我心目中的佛系总编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来介绍帕帕级 翠伦你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翠伦 佛系总编到底是什么意思? 佛系总编就是完全不在意 那出版的销售状况 其实还是多少啦 多不在意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每一本书坦白说 是红桌文化的忠实的读者 会发现说你出版的每一本书 都很精彩 而且也不马虎 那我就会想要先来问一下 就是说我在阅读这本书 我发现说这个作者 他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 让我们去认识帕帕级 有时候是采访他的妹妹 有时候是采访他的弟子 然后或者是他从别的资料里面去搜寻 我发现说这样子在阅读上面 是比较跳的 他不是平铺指数的在介绍帕帕级 但是也让我们可以更立体的方式 来认识帕帕级 那你觉得你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样子的写作方式 会让人们更容易的清楚知道 不恶论跟帕帕级这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编辑的 他的这个用心 他是很 就是说他不想要造神 这个David Gomer他的写法 他会去采访 他不是那种 上司好像得到的人 说的就是都是对的 他其实是会去印证 说这个说法是什么 然后甚至是说 对于同一件事情 他如果听过别的不同的版本 那他可能会收入 或是他也会去求证 所以他是秉持着这样子的一种精神 因为你知道吗 故事久了 当事人可能有时候自己也记不太清楚 那传说的这些人 可能也就是也许会加油添醋等等 所以他都会尽量去访问 说如果还可以访问到的话 他的成分 虚实的成分到底是怎么样 他也会去印证 所以他秉持着这种精神 不要去造神 反而是在采访中去透露了 就是说像你讲的 这个帕帕级 他其实整个人会变得更立体的那种感觉 这本书里面有一段 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就是他问他说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悟的 然后呢 因为在《要入永恒》里面有提到 就是他认识了 《喇嘛尊者》的那一段 那在这本书里面呢 他就想要再一次的厘清清楚 想不到呢 帕帕级给出一个让他非常惊讶的答案 当时的帕帕级怎么告诉他 他是什么时候开悟的 其实这个也蛮多版本 他的版本就是说 他会选出一些 他觉得比较可信的版本 他说他第一次开悟 他觉得就是在他小时候六岁的时候 在拉荷尔 他一个好像一个节庆还是说聚会上面 他喝了一个芒果饮料 加杏仁 杏仁加芒果 加杏仁 就是他喝了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突然间 他就没有办法动 可能就是他就入定了 其实他是进入到一个 极乐的这种状态 可是他当时他的身体很僵硬 他不能动 他不晓得过了几天以后 他才好像回神过来 所以在他小时候 他并没有办法去知道 说到底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那他妈妈就说 你是不是看到黑天呢 那帕帕帕好像也没有办法完全肯定 那他就说那好 没关系 那从现在开始 你就虔诚的呼唤他这样子 所以当时小时候的他是把 那一次的这个体验 就是把他归纳在说 就是像是黑天这样子的 有这样黑天殊胜的体验 一直到他认识了拉玛尊者 那尊者是 也不是说好像一个点他 然后以后一下就开悟 也不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让他去 有点像是讲 像禅宗里面讲 佛在里面讲 执认那个行星 所以在帕帕帕开世之后 就还说说 其实他不是遇到拉玛尊以后 才认识真我 其实他在六岁的时候 就有那个经验 这个让我想到 有些修行者 他们进入到什么样的程度 他自己本身不知道 就有人会质疑说 那你都不知道了 那你怎么去认证你自己呢 他说那我就要去找一个 程度有经历过 或者是程度比有更高的人 他就能够来认证我这个部分 那你觉得这样的说法是 对于一名开悟者来讲是必要的吗 对于拉玛纳尊者的说法 他说是 他说上师是必要的 当然有人说 拉玛纳尊者 他自己根本没有上师啊 这样子 那我记得尊者就说过 他说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 那在一般的人 如果有人来问拉玛纳尊者的话 他就会说 还是你需要上师 那在帕帕吉这个传记里面 他说 他说你也需要上师 他也是这样子讲 他认为修行者要需要上师 对 他觉得 一个是他会帮你指认 那一般的话 很少数很少数的人 没有上师 可是一般的话 他们 就是拉玛纳尊者跟帕帕吉来讲 他们都觉得要上师 对于上师的定义是什么 他一定要是有心的吗 还是说 无形师也可以呢 我是红桌文化的总编辑翠伦 这次我们推出了帕帕吉传 一切从未发生 帕帕吉是当代非常非常 具有影响力的 博尔伦的导师 对博尔伦有兴趣的 想要知道 开悟的人呢 是怎么样在人世间生活的 非常推荐大家 来阅读帕帕吉传 对帕帕吉传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伯克来 或是到陈平 还有各大书店 可以去订购 其实尊者他在讲 这些关于上师的时候 他并没有讲得非常非常仔细 说你一定要一个人生上师 但是什么都有可能是上师 但是很多状态下说 像是尊者说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上师 那当然尊者你会觉得说 对啊 他事实上就是没有人生的上师 可是他也许是在 但是他自己没有讲啊 这是我们自己的揣测 然后他可能在某个定制里面 他其实是收到的电话 或是开悟 或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些理解的东西 那你说什么样是上师 你一颗石头也可以是上师啊 对不对 那你如果有一个人来跟你讲了什么话 他如果让你觉得有灵光乍现 或者是使你有种很不一样的感觉 你可能也会觉得那样子是上师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觉得说稍微再狭隘一点 如果有人生上师是更好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有一个人 然后用你可以讲的话 而不是单纯就是好像 因为有可能那些东西是你的印象 就是你的心智在那边活动 你自己告诉你自己说 所以那个就是我的上师在跟我讲 那个就是什么 谁传达了什么给我 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就是 你这个很难跟别人分享 但是你也很难去 到底是不是接到线 你是接到了神呢 还是你接到了什么灵呢 还是鬼呢 对不对 所以我说如果有一个 正样的人生上师来引导你的话 可能是相对比较安全 你也解惑了一般人对于老师的定义吗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 我只要有一个无形师 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命 都是我的上师 可是听起来 还是要有一个有形的老师 先带你入门 先安住你的状态 跟了解你的状态之后 再来取得无形师的认可 是不是会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你这样子讲 你说无形师 也许在这个时候 当你如果有一个 你认为可以知道你的老师 他也许可以帮助你点出这一点 就说也许你在这个 所谓无形师的这个 你可以这个 这个是你可以跟他所学习的 或是这是你现在正式所需要 因为你说单纯 如果是说我跟无形上师 那边你自己你认为的学习 他很容易就是沦为 你自己心里面在 就是讲那些口水话 你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说你的心 你的这个状态 你修行的程度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知道到底 你现在听到的是什么东西 到底你有没有那个正量 去知道自己现在这个状态 这个都是一些问号 这个现在这个世界 其实像尼撒加达 他也有讲过 他说为什么 我会说你们不要丧失 你们就 你们自己争我 就是你们自己的丧失 他其实会这样子讲 他其实是有一个背后的 他的用意跟道理在的 他想说的是 因为在这个时代 你要找到一个人生上师 实在是太难了 那他当面对这些西方的求道者 来跟他问这些 讲这些 甚至包括另外一个是 我们在书里面 或是其他圣者的教导 很难提到的 就很难言传的 就是一个潜爱的这个东西 一个比较 他不是可以用理智 去参透的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很难传递 很难透过书本 或是文字来传递 他可能是 你可能只能在一个地方 或是在一个氛围里面 然后这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 你只是去求这个智慧 你只是在你的头脑里面 言语上面 在那边来来回回 就是自己在那边 这种状态的话 其实他不只是危险 然后另外是说 他是很像是 如果解脱 他是有一双翅膀的话 你就是少了一根翅膀 你没有潜爱的那个翅膀 你只有所谓的智慧 而且那智慧还不一定是真的 真正的智慧 总而言之是说 在这个时代的修行 没有上司是大部分人的状态 没有一个合格的人生导师 在这个世界上去指导你 而不是说 你就是听听他录音 因为现在 现在你YouTube频道 到处都是啊 对不对 你就打什么导师 你就可以听到 很多很多导师的录音 可是他们能够 真正指导到你吗 还是他周围已经被超多地址围绕了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得到他直接的这个指导 很有可能 那所以中间有很多 我们自己脑补的这个部分 就觉得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其实也是全部都是 我们自己在那边 我们的头脑在造作 在走作 所以在这个说来就是说 在这个时代呢 圣人已经讲过 就是说 其实有一个合格 可以指导我们的导师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 所以他说 那你就往你自己内在 因为真我本来就在 你去看那个真我 但是你再修一修 修一修 好像还是会有点障碍 就觉得说 那我怎么 我就是真我怎么 我还这样 其实就卡关了 对 如果没有卡关的 可能也走火入魔 或是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有各种不同的 这个状态 帕巴吉他有提到 就是他从六岁开始 有这些神秘的经验 就是他开悟的过程 但是呢 他一样就像你刚才所提到 就是说他还是有经历过 当时的战争啊 革命啊 这一些的过程 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 就会很好奇 就是说 对一名开悟者而言 我们都觉得说 开悟了 应该就是要放下 世俗的一切啊 不食人间烟火 没有脾气 甚至走路都会心飘飘的 那对这样子一个 完全颠覆我们 对开悟者的看法的 修行者而言 你怎么来解释呢 如果你看 像他路上 都你看到任何人 你会觉得某某人 是开悟的嘛 全部都是路人甲乙丙丁啊 那为什么有些人 一定要穿袈裟 因为你如果不穿袈裟 你就不知道你在修行啊 可是他不穿袈裟哦 帕巴吉不穿袈裟 他没有拿念珠 对对对 你如果去看了 他的故事 你就发现说 他其实是 也有他的喜怒哀乐 可是那是真正的那个 他就是过的这些生活 他也是有老婆 他老婆会埋怨他 说你整天在那边 想要修行 你怎么 不拿点钱回家 不好好赚钱 这种 这种 你这种抱怨 是不是大家觉得 很熟悉呢 或者是好像 有种不同事成相识 说整天就往那个 老师啊 哪一个和哨那边跑 哪一个庙里面跑 家里面事情都不过 小孩呢 什么的 对不对 大家都听过很多 那如果是在 开悟者的眼光 如果你去看他自己 去怎么讲他自己的生活 在人世间过的这些生活 他是用什么态度 或者是说 他是在什么状态下 去行走这个人间的时候 你就好像可以稍微撇见说 到底开悟者的生活 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那如果外人看起来 可能跟我们都差不多 一样拿钱回家 一样要工作 然后如果不想上班 想要去参访寺庙 还是要请假 这些都是有的 我们从红桌文化的 总编翠伦对谈当中 可以发现 帕帕吉他是一名的开悟者 同时他也要面对 现实生活中 每一个人都无法避免的问题 修行不是只是让你 隐居在某一个地方 不管人间的世俗的事情 其实真正的修行者 是你必须要把世俗的功课 把它做完 同时你还可以兼顾到 许许多多的面向 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要聊到 帕帕吉一些传奇的故事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本书 那么会建议的 赶快的去上网购买 这本书当中记载了许多 他非常神奇 更不可思议的事情 更多精彩的帕帕吉故事 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